记者调书林云林报道,今年一期到做收割刚好碰上这波豪雨,加上中央气象局一直发布恐有旨载性豪雨的预报,不少农民一窝蜂抢收,稻谷价格也一路滑落,今天终于止跌,稳住每百台金930元的工粮收购价。 云林土库农会稻谷中心今天一大早运稻谷的货车翼又大排长龙,田间更见农民抢收,担心会碰上豪雨损失惨重,土库农会总干是黄万聪强调,湿度30%以下的稻谷,就会由每台金9.3元的工粮收购价。 土库农会指出,配合农委会要求,今天湿度30%以下的稻谷9.3元,30-30.9度9.2元,31-31.9度9元,32度以上不予收购。 令十八日,十九日配合年米厂收购作业,停止稻谷收购两天,以后每星期一,三五收购,为帮农民享收一期到西罗农会皮园及九龙稻谷前造中心即日起24小时不打烊,农民只要送稻谷进场,农会就一定收。 今年稻米盛产造成股价偏低,农民已大有怨言,加上中央气象局预报将有连续好雨,担心若碰上好雨会造成稻谷受损,连日来进入收购高峰期,股价直落九元以下,部分私人迷场甚至拒收,经农委会主委林聪贤南下奔奏协调,敲定9.3元收购价。 但有农会总干事透露,明天才是关键期,让大伙错裂等。